大家新年快樂 我是老船長 他還是豬腦袋 那麼今天是2022年的1月2號 那麼第一個交易日 想必大家怎麼樣 一定不是很開心 為了什麼意思呢 因為今天漲台積電 台積電一般的散戶朋友 都怎麼樣用看的 不大喜歡 因為他是大牛 但是我在去年底12月的時候 我就講過 台北股市要更上一層樓 必須要怎麼樣 要靠誰 要靠台積電還有貨櫃三雄 各位注意看 台積電明天要來挑戰這個高點 當然我認為這個不是高點 那麼台積電會不會突破這裡呢 我認為機率非常大 為了什麼意思 因為畢竟他是世界全球第一 沒有台積電我看全世界的這個高階的電子產品都掛掉 是吧 那你說比較中低階的 還有這個對岸的中心半導體 台灣的聯電世界先進這一些 不過最高階的要靠台積電 那三星每天就只會吹牛嘛 要幹掉台積電 還有那個インダー有沒有 都是吹牛而已 那雖然是台灣之光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的投資人 不喜歡操作台積電 那也因為他現在一張要六十幾萬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那麼投資人喜歡買什麼呢 喜歡買那個小股票 或是有阻力在裡面的 公司有沒有賺錢沒有關係 舉例元宇宙多好 對不對 還會由黑翻紅多好 但是我講 宏達電腦他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在這邊 你們這些人全部都是聽了大魔頭的話 跑去買元宇宙全都套牢 而且我認為他往上攻的機率 不是沒有是很小 我不知道哪一個盤子 要拉上去給你們這些人解套 這些加起來超過一百萬張的套牢量 你宏達電腦有什麼本事 可以拉上去讓人家解套 很簡單就看這個 對不對 基本面不行 看題材 元宇宙已經從去年炒到現在 已經炒爛了 馬斯克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特斯拉的老闆 對他說元宇宙也就是怎麼樣 目前就是一個怎麼樣 畫夢的階段 那人家是世界首富 他講的話你們不愛聽 你們喜歡聽大魔頭老師講的話 那你就繼續請便 對不對 買股票老船長一直跟你們說 心速要正去買很賺錢的公司 哪怕套牢的都沒有關係 老船長這話怎麼講 很簡單 套牢就配股配息 長期報只要是好公司 台積電從40塊可以報到600多塊 賺到翻過來 台積電600多塊已經配息 不知道配了多少次從以前到現在 光看股價就漲了15倍 從40塊到現在 所以說只要你心速正 你投資的是龍頭的大公司好公司 你不會賠錢 那你長期投資宏達店的人 你看看多慘 從1300多摔下來 那最近這幾個月炒一下 大家為了招收會員 就把宏達店講得有多好 我講過了有多好 成績單交出來看一下 交不出來 營收10月11月還在衰退 不是這個時候正在炒元宇宙 營收沒增加還衰退 你等著看他財報會很難看 那你們這些人怎麼辦 到時候麻煩你繼續鎖定 大魔頭老書的節目 你看他怎麼樣騙 看他怎麼樣閃躲 他可能就不講宏達店 然後就騙收會員出掉 會員買90幾出80幾也是慘賠 對不對哪有賺 一毛都沒有賺 但是會費收得飽飽的就可以了 各位懂嗎 這些投資人甘願當豬腦袋也是兩個字活該 是吧 然後呢 那我就乾脆一直報好了 報了半天 配股配息沒有 配鴨蛋 所以我說投顧分析師 不是說不能夠帶會員買虧損公司 我講過很多次 而是你要帶會員買虧損公司 你就要讓你的會員一定賺得到錢 否則你帶會員 人家交了會費 然後你冒險去買這種公司的股票 結果又賠錢 那人家真心患絕情 各位觀眾覺得有沒有道理 沒有錯老船長 要買虧損公司 有賺錢 那沒話講 對啊連我都拍拍手 對不對 你紅達店買這裡的 我幫你拍手 有沒有 這裡絕對沒有買 都是帶會員買這裡的 全部都套 每天在表演 然後就說什麼 航運股不好 航運股賺錢賺到翻過來了 睜眼說瞎話 說航運股不好 我再講一次 航運股你長期投資一定會大賺 各位看測標 叫做三年長約出來了 馬斯基 國外這些世界最大的海運公司 現在簽約簽到三年了 價錢怎麼簽 這個是三年隨便簽 價錢很爛很低賠錢簽 神經病有可能嗎 價錢簽高高的 你不簽滾到後面去 要插隊的 懂不懂 你不簽是你家的事 後面多少人捧著錢來簽 馬斯基世界最大 人家現在簽三年約 告訴你航運會好三年 你聽得懂嗎 檯面上所有的產業 尤其是電子股 哪一家公司敢說好三年 台積電都不敢講 台積電好個兩年沒問題 你說好三年 而且簽三年的長約有嗎 拿出來看看 我不是說台積電不好 我只是告訴你 連最好的台積電 可能都沒有辦法做到 像海運現在簽三年約 所以我之前就跟你說過 你聽到很多人跟你說 海運只是去年好前年好的 那些都是金光黨 胡說八道 在放空海運股的 每天都在怎麼樣 放假消息 像今天早上開盤 市場上就一直在放一個消息 說陽明 海運股 楊妹妹 哇 這個 她的 這個 私募的基金有沒有 三年 我們知道 你如果去買私募基金 那麼你這個股票要鎖三年 看規定嘛 這次是說鎖三年 三年不能賣股票喔 那你當初去認購的 對不對 三年後才能賣嘛 那什麼時候有發行這個私募呢 2017 2018 2019 各位觀眾 國小一年級數學會不會 會啊老船長 2017加3 等於2020 換句話說你2017年去認購的私募基金 三年後 2020年你可以把它賣掉 現在叫2022年賣掉了沒 早就賣了 我2018年認的 2018年認的 三年到了 2021年去年可以賣掉 去年飆翻天 飆到 這個 兩百多塊錢 會不會賣 當然賣啊 認的時候那麼便宜啊 對不對 所以只剩下2019年的 今年可以拿出來賣啊 哇 但是早上啊 那個新聞就一直在發 說69.4萬張啊 他就講成 今年要全部傾超而出 大部分早就賣光了 沒有賣的 沒有賣的 今年要賣也要賣好價錢 哪個白癡 今天一大早來賣啊 所以你看喔 沒有知識很可怕 你知道嗎 這是今天的楊妹妹啊 沒有知識真的非常可怕 我們是沒有楊妹妹啦 但是很多的散戶朋友啊 他不懂 他聽到哇 四目基金69.4萬張 全部要倒出來 被吸人啊 他也不去研究一下 大部分早就倒光了 明白嗎 鎖三年已經很痛苦了 三年好不容易到了 對不對 去年前年有好價錢 趕快賣一賣了 對不對 大賺了 還會留到現在啊 能夠留到現在就是 2019任的 今年才能夠賣 海運股今年我覺得有機會飆翻天 他會在這麼低價的地方賣嗎 有啦 就是一些沒有去買私募基金的 因為買的還不能賣嘛 今天才 今年的一開始嘛 大概今年大概幾月幾號才能賣 沒有買的人聽到消息嚇了半死啊 船票全部丟掉 然後跳船 好不好笑 一個叫做三年的私募基金啊 這叫利空啊 一個叫做三年的長約 看這邊喔 叫做大利多啊 保證好三年 保證你聽得懂嗎 哪個產業可以保證好三年啊 老船長為什麼說保證好三年 啊 簽長約簽三年 不是簽下去 你的獲利都固定了嗎 也對耶 老船長 電子股有辦法嗎 有嗎 好啦 你選擇哪一個 你選擇看那個假利空 假新聞假消息 那個記者大概是做空的 故意寫這一篇 你知道嗎 然後 這個混合在一起 讓你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樣 那我這樣一講以後 很多人就恍然大悟了 對不對 這是古海老船長厲害的地方啊 我們是真懂啊 那一看就知道是假新聞嘛 鬼扯淡 你就寫清楚 大部分的都已經賣掉了 沒有寫清楚 胡說八道 那個記者我跟你講 要麼不懂 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放空嘛 或者是怎麼樣 有心人要利用這張新聞啊 把海運股往下壓 因為你知道嗎 去年年底 都在跨年的時候 哇 好消息全部要再噴出來 運價再上漲 很多人想要進場買嘛 新的一年對不對 一月的圓月效應啊 要進場 就價錢往上噴怎麼辦 趕快把航運股壓下來 各位懂意思吧 但是你看喔 泡泡龍不爽喔 他覺得我不願意 我就是這樣子已經是極限了 早上賣這裡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分析 導播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匯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讓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那麼在分析貨櫃三雄之前 有一些事情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新的一年 我怕大家怎麼樣漏看掉老船長的節目 我要還是跟大家報告 提醒叮嚀一下 因為現在講海運股真正的專業 真正的不騙在這裡 有一些是掛羊頭賣狗肉的 買鋼鐵的 老師在節目上講航運的 等一下我們再講 所以你雖然不是參加我的會員 但是你想要聽真的 鎖定每天4點半下午 我的節目就出來了 不用再等電視的播出時間 聽得懂嗎 我特別希望大家要了解到 4點半就可以看到老船長的節目 那麼從YouTube或是我的Telegram都可以看得到 這樣大家明白吧 你看那種就是你自己滿手鋼鐵股 譬如你滿手鋼鐵股中鴻 你在這邊很興奮嘛 續約嘛 哇老師好棒啊對不對 你看還好沒有賣啊 對啊 還好沒有賣 再回來 沒關係你們都續約完了 老師口袋也滿 繼續騙 鋼鐵當然不能講對不對 就講航運 航運不敢講呢 就去罵電子 就是這樣子 我不會去罵電子股 你要做電子股有賺錢 我覺得很好嘛 台股的主流本來就是電子 但是你又沒有買台積電 我說過台北股市要什麼 萬九萬兩萬 就是要靠台積電跟貨櫃三雄 那今天台積電表態啊 我在去年底的時候 就已經先預告啦 對不對 我知道你們不喜歡台積電 但是我還是告訴你它會動 有沒有 我有沒有講在前面 有嘛 但是我們沒有台積電 因為我從來不詐騙的 我不會是 會員報的是這個鋼鐵 然後去講航運 這種事我幹不出來 那會員為什麼鋼鐵沒有出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是你的老師 我建議你怎麼樣 鋼鐵股 我在這邊有跟你講 趕快跑 換成航運 因為它上不去的 我有講過了 連航運股都還沒上去 你鋼鐵憑什麼 叉叉比雞腿啊 航運股的利多 都不用再講了 已經沒有人比它好了 都可以 海外可以簽三年的約 你鋼鐵股換航運 叫做怎麼樣 基本智商啊 那你的老師沒有叫你換 可能他怕你退費吧 對不對 我常講嘛 乖 2月30號就解套了 對不對 就像回到元宇宙也是一樣啊 那你說這個呢 3508呢 這家公司有沒有賺錢啊 這個沒有賺錢的公司啊 跟著宏達電帶走的啊 你再買沒有關係嘛 這些人喔 跟宏達電一樣要小心啊 我都講在前面 不要跟著投股老師 去買一些虧損公司的股票 你的錢不是偷來的 也不是搶來的 不用聽他在那邊表演 過去太多例子 只要一出事喔 他們就肇事逃逸啊 倒霉的是你啊 明白嗎 好那我們回到這個航運股喔 那麼航運股喔 我說過喔 它外資放大價回來 對不對 它會這個大量的買進海運股 可是喔 一看到這個 可能這麼多利多消息對不對 又想買很便宜 因為你要買大量 你希望買便宜嘛 所以市場上今天就放出 這個假利空的消息 對不對 但是呢 因為泡泡龍實在是太極憂了 怎麼壓都壓不住 各位看我測表寫 長長的下影線 你們這一些喔 早上賣在這裡的 我建議你退出投顧 不 你退出股市好不好 拜託一下 因為你來就是犧牲奉獻的 你的錢拿去捐給孤兒院 我覺得喔 你還功德一見 你來這邊怎麼樣 孝敬這些主力大戶幹什麼 是不是 殺到這邊我發抠訊 我說一張都不賣 假利空不要理他 手盤拉上來 小跌3塊給個面子 為什麼 因為楊妹妹今天很賣力演出嘛 跌5%多 海公公也是啊 所以我說航運股真正最厲害的是什麼 長龍嘛 他現在很厲害喔 員工配40個月的這個 最多配40個月的年終獎金喔 哇很多人在罵或什麼 我覺得超沒水準的 你們每次都說老闆沒良心啊 我們在那邊上班那麼辛苦對不對 賺了錢都不分給員工 很多台灣很多有些公司上市櫃 都是鐵公雞啊 就像以前的陳宏有沒有 TPK啊 賺那麼多錢說配五毛啊 還不是給員工年終獎金 是給股東五毛喔 那又不一樣喔 待會再講 人家長龍分給員工有錯嗎 長龍賺這麼多錢 不是這些員工努力來的 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你們會去說三道士批評這件事情的 基本上都是沒有良心的人啊 而且老天爺都會懲罰你們的 嘴巴不要那麼壞 人家這麼辛苦 公司給員工是天經地義 聽得懂嗎 那也應該要給股東啊 你知道他不給嗎 他有說不給嗎 所以很多人我不知道 為什麼莫名其妙你知道 心很毒也很壞 就因為你買了股票沒有大漲 就開始在那邊罵 尤其那個白癡同學會平台有沒有 裡面都是一些沒有水準的 你知道嗎 不要去看那種垃圾平台 裡面都是很多來詐騙的 想要把你們拐進去的 以前我們不是講嗎 叫你們加入LINE 後來被我揭發之後 可能網路警察去查了吧 他一開始先叫你加入LINE 讓你帶你怎麼樣 亂槍打鳥賺的錢 他叫你私訊 私底下再開個LINE 叫你交多少錢 都用這種方法騙 你聽得懂嗎 好 那長榮這支股票 他今天告訴你 對我是被楊妹妹跟海公公代曬脫下來的 但是你們休想 你們跌5%多 我只小跌2%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長長的下影線 你要特別注意 當一支股票要大漲之前 有長長的下影線 往往都是有人在吃貨 三年的長約告訴你海運 要再好三年 不要再跟我廢話 什麼可能明年不會好了 這種白癡話以後不要再講 人家國外馬斯基什麼 最大的都已經簽好約了 然後台灣的海運股 是這個跟世界的這些海運比起來 我們是獲利王 你聽得懂嗎 那長榮今年又加了很多貨櫃進來 對 又更好的這個身材設備 你看看 所以人家說海運股的長榮今年要賺56塊 EPS 去年45今年要賺56 EPS56股價139.5 所以我常常有時候覺得台北股市 好像在鼓勵一些怎麼樣 邪門歪道來這邊投資 就叫你專門去買那個不賺錢的公司 元宇宙 那真正很賺錢的公司 你們都不喜歡 台積電很賺錢 你們不喜歡 但是台積電很會賺 他是總數賺最多 因為他2500多億的股本 他EPS還可以高達20幾塊 所以總數他賺最多 但是EPS來講 純粹比EPS 我長榮是你的台積電 今年來講是一倍啊 雖然我的股本只有500多億 你2500多億 我總數賺的沒有你多 但是以EPS來講 我們看股價看本益比 那你台積電600多 長榮139.5 我們的股票市場不鼓勵好公司 每天在那邊怎麼樣 尤其這些投顧老師 在那邊推波助瀾 但講到虧損公司 有多糟糕 因為他自己沒有買海運股 就罵海運股 沒有資格當分析師 我覺得分析師心速要正 你要站在很專業很客觀的角度 告訴別人 你可以說我不喜歡買海運股 但是海運股很棒 那我說你是一個漢子 對不對 不是啊 自己沒有買就在那邊罵航運股 或是怎麼樣 自己會員買鋼鐵股 在講航運股 這種也是莫名其妙到極點 我搞不清楚 台灣就是這些分析師在搞啊 對不對 那我老船長絕對不會 我們買什麼 我就據死以報 我沒有買電子股 我也不會說電子股爛啊 我只是說沒有賺錢的公司 你盡量不要去買 我講話是不是很客觀 那很多好的電子公司 你可以買啊 他們的確很賺錢啊 對不對 但是我就是告訴你 你要做海運的 你有海運的來找我嘛 我講話夠坦白吧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 現在已經充滿了騙子 你知道嗎 騙子當道 各個角落都一樣 尤其是搞政治的 一堆胡說八道的 專門在騙人的 但是我相信喔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啦 真的你看很多人到最後 都沒有什麼太好的下場 是不是 那你要鎖定我的節目喔 四點半每天下午喔 這個頻道看我節目的人 非常多 但是呢 會員大部分都去參加假的 那沒有關係 我說過我從來不在意啊 我只在意有一天 我離開頭顧業 我下台的時候 我的身影要漂亮 我不要做詐騙集團的 各位了解意思吧 那你做海運股 你今天忍過的 你沒有殺在這裡的 你要趕快來找老船長 因為我是玩真的 你聽得懂嗎 而且我的會員 一旦航運股噴出去 一定是賺全市場最多的 那其他老師會 紛紛進來講航運股 他們都沒有 明白意思吧 所以你跟著那種分析師 你根本賺不到錢的 那我是喜歡開大門走正路 邪派的不要來找我 你喜歡做元宇宙的去找大魔頭 不要來找我 我不會帶會員去做那些股票的 我講的夠清楚吧 我不是像很多老師 這個漲呢 就講這個 這個漲就講這個 都要摘一點來騙會費 我不會 我絕對不會 我投顧老師已經做多少年 快二十年了 我會在乎這些嗎 我只希望我快要退休了 然後我這怎麼樣 不要做一個騙人的分析師 堅持到底 所以說希望我的節目呢 大家能夠散播出去 今天航運股跌跌怎麼樣 長榮只有跌三塊 你就不要給它噴了 這這麼長的下影線 他明天一根中長榮 哇全市場都看好了 我告訴你我就是看好他 他今年EPS五十六塊 國外已經簽三年合約了 你等著看 只要他宣佈說 長榮今年要配多少股息 一旦宣佈不得了 如果報酬率高達十幾%的話 銀行定存不到一% 你看看這些法的要拱進來的時候 漲停鎖你買都買不到 你信不信 他什麼時候會宣佈 我們不知道 我也不是大股東 但是他願意配這麼多 給他的員工年終獎金 鼓勵絕對不會少 你相信骨骸老船長 好不好 感謝大家收看 每天下午四點半 記得打開你的電腦 以及你的手機 準時收看骨骸老船長的節目 我會陪著你們一起 看著航運股狂飆大漲 感謝你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贈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